欢迎收看本期的爱的选择 那么我呢就是一心为你寻找幸福的主持人孙霞 接下来掌声欢迎我们的情感导师 绝来 嗨 大家好 爱的开始是眼色 爱的尽头是无尽的苍穹 爱的选择选择爱 我是你的朋友瑞来 掌声欢迎小红娘文文 大家好 只要心连心 那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相信爱 勇敢爱 我依然是你们的红娘 文文 主要欢迎面试里面的几位女嘉宾 一号女嘉宾你好 我性格温柔 善良 愿想在这里找到幸福 欢迎二号女嘉宾 我是一个善良 贤惠 能吃苦 希望在这里下半生能找到幸福 三号女嘉宾你好 我是开朗 热爱生活的 我想在这里找到另一半 欢迎四号 我是来自爱山的隋雅猪 今天我就为你而来 好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这位男嘉宾呢 可以说是高大美岸 而且是双眼包皮 特别的招是邪恨 我没有夸张啊 咱先来看看她的照片 这大眼睛 这个嘉宾很像明星啊 你不熟吗 熟啊 有故事的一位主持人 非常有故事的一位男士 的确是很高 对 高 实在是高 掌声有请这位高高大大的男士上场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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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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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是匹市里边的女士 你们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张凤林 今天上海的选择 主要找一个 俩人互亲互爱的女生 欢迎您 您好 来 报身高 身高1米82 1米82 你这样说能1米85 打不到 得穿个高跟鞋 好像说这么大的年纪 就是1米8级的身高 特别的打人 张叔叔四年前来过我们爱的选择 按照那个时候的年龄 应该是57岁来我们爱的选择 那个时候我们的叔叔 收入还不是很多 但是如今来爱的选择 变化翻天覆地了吧 收入得有六七千了吧 男嘉宾五年 四年前 四年前您每月收入是 那时候打工 打工只有两千元 是吧 对啊 现在退休了 对 平地一声雷 你翻身了 对 那个 退休多了四千块钱 那 加一块六千多 差不多吧 那之前的择偶标准是按两千元去择偶的 现在水涨船高没呀 水涨标准几乎差不多 哪儿变了 我变了 我变了 你变了 你别变死就行 要求人对方嘛不能变 要求对方没变 但是我告诉你我变了 当你来找我的时候 你要先看看我这条件你再来找我 就是这样骄傲了你是不是 反正这个网友不是说骄傲吧 自信了 找一个真正过日的吧 咱说在兜里边有票子了 一般的他也没有那些想法 听您说您自己是溢价老头啊 现如今 怎么个溢价啊 啥溢价不是溢价的呀 溢价老头啥意思呢 一口价啊 就是说法面的吧 工资退休金高一点 打工得挣一份 加息不就高了吗 所以说就是溢价反正不是全溢价 溢出来的溢 就是满了 溢出来了 满了 然后叔叔私底下通俗地跟我解释了一下 像我现在这个老头 难找啊 没有啊 没有啊 高大 威猛 说点 爆皮 对 然后钱多的都溢出来了 是 我说怎么 这回感觉咱们的溢价网那一站 怎么跟原来不太一样呢 原来是自信了 平常的日常生活比较低调 我也是个普通的工夫 咱说你想那么多 你收人票子没那么多也不行啊 对 咱现在调节好了 以后喝酸奶都不用挺多 是不是 人说生活源现在是低调 还低调 还是很低调 就是啊 但是还是溢出来了 还是那句话啊 低调奢华有内涵 有祸 是不是啊 我感觉男嘉宾的自信来源于什么 是说如果哪位女士想跟我在一块儿 我可以给她更优越的生活了 选得对得起对方了 对不对 对 以前两天半年咱不管这么说 但现在咱六千了 想过啥日子不咱说了算吗 她也是为了给我们未来的这个阿姨啊 带来好生活而一种的表现 一种表达方式 好 但是呢 所有的女嘉宾不要被六千块钱所蒙蔽 她不一定给你花 赶紧慢慢往下聊才能知道啊